第2号工程学院学陈 首次踏上神州第一阶 第2炮兵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历经40多年的发展 以核场兼备有效射战的目标 战略核缓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明显增强 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分别由总后勤部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二号部队女兵组成的三军女兵方队 踏着雄壮的军阅走来 他们当中有海军陆战队的战士 也有军医大学的博士生 近年来 我军涌现出歼机机女飞行员 女师长 女特警等 一大批优秀的女军人 为中国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付出了奉献 由武警北京组队组成的武警方队威武形状 托复走来 这是一支凝聚着武警部队官兵精神力量智慧的代表队 无论是在东海之兵南国宏土 还是西域高原北江临海 无论是在沙漠戈壁深山老林 还是空港码头乔寒隧道 在共和国大地上到处都有武警官兵的身影 他们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 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 有北京预备一高炮石子能带 预备一方队迈着交建的步伐朝气蓬勃地走来 他们是全国预备一部队官兵的优秀代表 预备一部队以现役军人为可待 预备一官兵为基础组成 进入二十一世纪 在大力一部队紧跟现役部队建设步伐 实现了与现役部队建设 紧密结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发展成为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 预备一部队组成的重要后备力量 由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 是这次阅兵方队一道绚丽的风景